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鸽子的沙门湿主要有几个症状 这个属于肋脏性的 我们有时候也叫它是肠肋性的 这是鸽子的沙门湿最常见的一种症状 鸽子患了这种疾病以后 它会引起消化迟缓 也就是你早晨喂的时 也有可能到晚上一摸 素脑里面还有 它是消化迟缓 排除的分别 这些往往是黄绿色的 还有的是灰白色的 上面带有泡沫的分别 像出现这种症状 鸽子会很快的消瘦 并且食欲不振 饮水量增加 并且还排有水一样的分别 有时候它的分别中 还可以看得到 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 鸽子的沙门湿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关节性的 有的朋友也在问 我的鸽子怎么好好的 突然不能飞了 一个脂肪下垂了 也有的朋友说 鸽子突然站不起来了 这是关节性的症状 还有一个症状 也就是神经性的 鸽子患了沙门湿以后 一开始 你根本就没有发现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 这只鸽子怎么头有点歪 颈子有点扭曲 迟迟的有点困难 那个时候你才发现 哦 这个鸽子是有病了 朋友们不要小开这个沙门湿 沙门湿对鸽子的危害是很大的 如果你在总鸽清理的时候 没有做好 等到小鸽子长大了 参加比赛的时候 它都还会出现隐患 像我今年的赛鸽 出现的情况就是 就是当初的时候 总鸽清理 沙门湿没有清理到位 只做了一天半的清理 所以给今年的赛鸽 留下了隐患 还有的呢 总鸽清理密到位 小鸽子长到一个月 两个月大的时候 就会拉 黄白边 带泡泡的分店 在总鸽 做清理的时候 一定要把沙门湿 清理到位 我今年的 例子就是一个 惨痛的教语 沙门湿 朋友们 一定要引起重视 因为它的危害性 你不是当时就能看到 它的后来 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好的 关于几位朋友的询问 我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说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老师们 多多批评指振 再见